郑佳颖遭某杂志以头版报道与前女友学士曼旧情赴斥,并且悄悄买房同居。 晚上她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,还没来得及跟媒体道清原委,就遇上了早前跟她传过绯闻的内地女魔徐静雯。 两人在媒体要求下合照,但是互称对方是朋友的两人显得貌合神离。 合照完后,郑佳颖没打招呼,对方下台自己就匆匆先走,而整个过程,徐静雯更加是连一眼都不敢看郑佳颖。 大家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改变过,一直都是朋友,就不会尴尬。 我现在单身,然后就有很好的朋友,就觉得说还在了解中,但是没有发展。 其实你一直有一个错误,就是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跟他交往,大家一直都是朋友,对,这样子的。 所以我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讲了一年多了,希望以后可以换一些话题,就是因为我也想多一些新的话题。 媒体终于等到了郑佳颖,她形容与瑟士曼依然是朋友关系,而平日也有复发短信问候,而对于大家最核心的是否复合疑问,郑佳颖居然没有直接否认。 因为杂志,他们为什么会比我清楚呢?不可能。 其实今天都说过了,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符合不符合。 就我还是,现在还是零,感情方面还是零。 所以就,她谢谢他们关心我的感情生活,但是现在,对,不用担心,但是我还是零。 另一方面,虽然郑佳颖与徐静文都身穿视对方为朋友,但是透过一张合照,显示两人的真实关系其实相当尴尬。 被问到会否向自称单身的徐静文发起追求,郑佳颖以工作太忙做堂塞。 但是在两天之前,发言还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,表示自己有过很多心仪对象,但因为人家就有男朋友,所以被迫放弃。 如此说来,郑佳颖因为工作忙而不恋爱一说,其实只是一个借口。 真正的原因,可能是因为身边的选择实在太多,虽然女友也多,要找一个来恋爱甚至复合,还真的挺费神。 其实没有,其实那个不是找另外一半的条件,我觉得,应该找一个跟你很合得来的人,那个才是长远的做法,有那么好笑吗? 他怎么在前后面? 那你来吧,我也不知道我上来的另外一半是这样,怎样? 我现在已经不是靠看外表了,我觉得,第一,要做好朋友,可以当长久的一半,这个才是考虑的。 搜独视频娱乐报道,香港报道。